这一马是谁?你可能会回答是恒大西江杰克逊·马丁内斯,但也许很快这个称号,就会有了公认的新主人。 同样来自南美,现在这匹新J马,早已玩爆老去的并马,记住他的名字,约瑟夫·马丁内斯·赵斯·法蒂尔斯,25岁的约瑟夫·马丁内斯是委内瑞拉国脚,献效力美国职业大联盟的亚特拉大联队,认识他的人可不算多,但先来看看J马今年的比赛数据,美直连29场全勤,狂空30球,并有4次助攻, 其中包括三次帽子戏法,7月到8月间的9场比赛,J马全部都有进球,9场攻进14球,效率太恐怖,毫无疑问,J马在美直连射手榜上遥遥领先,第二类是纽约红牛的小小赖特·贝利普斯,他仅打进19球,而在寄出高调加盟洛杉矶河的大奉先一步,也不得不服老,只以17球排在第三位, 进球效率被约瑟夫玩饱,反看J马上赛季的数据同样惊人,去年3月份加盟后,约瑟夫再胜于20场联赛,离达进19球助攻一次,场均能够制造一球,另外,J马不仅个人有进球贡献,所在球队的成绩也很不错, 作为一支加入美直连仅两年的新军,亚特兰大连今年联赛后半成一路领跑,获得常规赛冠军的希望很大,昨日当结束的联赛,又是J马没开二度,并完成中场绝杀,导演了亚特兰大4比3的逆转战胜盛和赛地震,如此是疯,此前竟然默默无闻才是最奇怪的事, 在来到美国之前,约瑟夫·马丁梅斯的生涯平淡无奇,创当欧洲的经历甚至可以说是失败的,踢了三年瑞士超,出场55次只有11球,在都丁踢了三年一甲,出场58次仅有7球入账,没想到来到美国后25岁的约瑟夫彻底爆发了,身高仅1米72的J马比赛风格倒向另一匹马, 曾效力江苏苏宁的阿尔玛罗杰·马丁内斯,身体强壮,速度较快,冲劲十足,伴随本赛季的神奇表现,J马的身价也直线上升,目前看来突破千万不是什么问题,不过也许和那另一位J马一样,他也存在严重的水土不服问题,若有欧洲球队要考虑他,恐怕还要再三斟酌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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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